這間神社的植物很漂亮 對啊 我覺得這間神社的植物很漂亮 看看這兩個在cosplay 還在幹嘛 熊本呈現訂的耶 超可愛 熊本熊部長辦公室 大家好 我是Nick 我是莊妮先生 他是害羞小弟 終於睽違兩年的三人 終於在日本再次團聚了 看到我們身後這隻熊本熊就知道 我們來到了熊本 熊本最近真的是非常夯的話題 除了台積店 除了熊本熊之外 今天這集影片要來帶大家 看看熊本有什麼好吃的美食 好況景點 那我們這次的行程也都是 害羞小弟幫忙安排的 所以應該蠻硬的吧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開始 我們今天的行程後面那個地方 我們要進去了 Yeah 走 好 我現在就在熊本的機場啦 那我今天是從鳴谷飛過來 要跟莊妮先生他們會合 那我現在要準備去搭巴士 因為熊本機場到這邊就是沒有電車 只有巴士可以到市區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 就跟我一起來看看怎麼搭巴士吧 那其實鑽妮先生跟海羞小弟呢 他們是前一天晚上就到熊本了 我是今天早上才到 然後想說省時間 我們直接約在觀光景點 所以就直接搭巴士來到這邊 我家在水前寺公園 然後這邊有個地圖 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的第一個經典 就是這個 水前寺的城去園 我們現在就進來城去園了 陸長費多少錢? 400日幣 哇 一進來就看到這庭園 正前方就有一個 它叫做富士甲山 不是我們亂講 因為它的介紹真的寫富士甲山 大家有覺得像富士山嗎? 這裡聽說是那個 沙漠樹石 這個大文豪來這邊來過 他在那邊看鯉魚 所以大家如果想成為大文豪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 為什麼叫城去園 是因為引用了陶淵明寫的 詩 歸去來詞裡面講的一句話 叫做 還忘記了 叫什麼 請害羞小弟跟我們分享一下 城去 介紹一下害羞小弟 是中文系的 對耶 你是中文系的耶 我沒有看過這種 你居然不知道這什麼 城去園的名字來由 是陶淵明的詩 歸去來詞裡面的 元日涉以城去 門隨涉而常觀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嘿嘿嘿嘿嘿 城去園裡面有個出水神社 他這邊的御手錫呢 是用神水 他叫長壽的水 然後好像是阿蘇火山的水 我們老師剛剛做了些什麼事情 大家看 我買了他的豬影 超美的耶 對啊我覺得這家神社的豬影很漂亮耶 這個日幣500嗎 對日幣500出水神社 不過我覺得可以 因為很有那種出水的感覺 都藍藍的有質感 對質感的磚 看完庭院我們要來吃午餐 然後害羞小弟找了一家很有質感的餐廳 叫做 庚 庚 對就是PURELY 然後它是什麼 景觀形成建造物嗎 這中文要怎麼翻啊 反正就是 應該是很厲害的建築物啦 對就是那種古蹟 古蹟 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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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去的店 結果他現在沒有營業餐廳 但是老闆娘非常熱情 介紹了一家看起來很有特色的餐廳 叫做 無天家 414 對為什麼叫414呢 等一下來問問看 他的五間套餐就是可以選肉跟魚 然後每天會換不一樣的肉跟魚 然後他套餐就是還有沙拉 還有佛卡下面包吧 還有湯 這樣套餐是日幣1500 感覺是一家很有質感的店 哇吃飽飯的就想找廁所 然後剛剛老闆跟我們說這邊有一個公廁 然後我們後來才發現他這邊叫做 荷原丁纖維問屋 就是以前那種賣布的批發商 這邊真的很有復古風欸 可以看到上面這個招牌 根本很像拍電影的場景啊 感覺就是會有學生在這邊打架的感覺 然後公廁就在我們眼前這邊 我們剛剛就在找廁所 哇這邊真的很有feel欸 不過現在就是沒有店家就是改造啊 會有一些很可愛很有趣的小店家 像我們在一家二手玩具店 害羞小弟在裡面爆買 剛剛老闆娘就說可以讓我拍照攝影 所以就帶大家稍微進來看看吧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feel 很有特色的一家店 哇真的是白的 真的是很像唐吉柯德的感覺 然後我這邊發現一個最酷的是 他居然有賣那種 就是大概五六十年間的那種 光光的小廁子 而且他很酷的地方是 他居然還有二樓 哇還有那種以前的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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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景點 熊本城 對那這邊應該就算是熊本市區必來的觀光景點 非常方便 就大家試電車就可以到了 然後他已經大地震後重建完了 所以可以看到城非常的新 但是呢他還是有保留他就是原本的一些樣貌在這邊 看起來就是有一種蠻神力奇蹟的感覺吧 就是看到那些地方都還留著 來到買票的地方 那我們看了一下呢 覺得買共通券好像比較划算 因為跟上面的熊本城單路場 八百塊只差了日幣五十 然後可以順便去一個這個博物館 好像是新兜 現在他就來到天守閣的路口 其實竟然蠻快的 而且一路上還蠻好走 然後在我眼前就是熊本城 然後這棵樹呢其實是銀杏喔 秋天應該會非常的漂亮 感覺秋天應該要再來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2016年熊本大地震的時候呢 的照片 哇連上面這個霞棋都掉下來了 我之前影片有介紹過很多國寶城 那熊本城他其實就不是國寶城 所以他裡面就是完全很現代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的地方是他的二樓 就是有展現就是他的歷史 然後可以看到熊本城的漢字 以前叫做這個 也是念熊本城的 但是漢字就不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熊 這裡面的東西真的很多很豐富 就除了歷史之外呢 也有介紹這種天守的造型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邊的話 就是有很多種破風 那像是唐破風的話 就是比較偏圓形的 然後露母屋的話 就是這種人字型 然後有千鳥破風 天守的話現在有現存天守 就是從古屋以前到現在都保留下來 就是古蹟狀態的話 全日本只剩12座 那當中有5座最有價值的 被列為國寶的 就包含 松江城 吉路城 跟全山城這圖上面的 是其中的3座 那我們現在就到最高的天守了 他是在6樓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是 他就是沒有戶外 所以他就是用整個玻璃找住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不錯的景色 眼前可以看到其實還有部分的建築物 就是還在整修當中 其實仔細看的話可以看到 幾乎就是把它整個拆掉 然後再蓋新的 我想這棟熊本城應該也是一樣吧 熊本城逛完大概不需要一個小時 除非你是對歷史非常有興趣的話 可能會需要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看完熊本城 我們就來到這個WAKUWAKU的博物館 那我們是買套票 所以只多了日幣50塊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 展示以前跟熊本比較有關係的一些展覽 或者是像後面現在比較有聲光效果的 還有像是可以體驗穿衣服的 然後或者是騎馬 像我們家後面這位台秀小弟 他現在正在騎馬 看他這兩個在cosplay 他正在幹嘛 實在太好笑了 很搭耶 剛剛這個博物館的外面呢 其實有一個陰小路 然後這邊就是賣很多那種土產 有一些可以邊走邊吃的美食 就稍微來逛一下吧 那熊本的馬肉其實非常有名 本來很想來吃這個 他是馬肉的可樂餅 有點像是炸肉餅的感覺 但是居然已經賣完了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礦泉水瓶 他是阿蘇的天然水 他造型是熊本城的造型 不過蠻貴這樣一個要日幣400元 但是他就是部分的錢會拿來幫助地震的復興 這邊真的是熊本熊的天下 到處都可以看到熊本熊的蹤影 那現在就來到一家土產店啦 因為我們的害羞小弟呢 他有一個很想找的東西 土產店少不了的要有地久啦 而且這邊地久造型很可愛耶 罐子都是熊本熊 哇超多的熊本限定 這邊有一個透明醬油 前陣子非常紅 那這邊的話是熊本自己做的 好像也蠻有名的 然後現在有出這個松露的 感覺很特別耶 那熊本天朝這個地方的蝦餅也非常有名 剛剛害羞小弟已經帶了最大一盒回去了 另外蠻有名的像是這個正太谷 也是這邊很有名的土產 然後它就是裡面紅豆跟麻薯的感覺 另外的話還有這個黑糖甜甜圈棒 這在網站上一直看到 但是我跟中安妮都覺得看起來好像很乾耶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或者是觀眾朋友吃過好吃呢 可以看到這兩個觀光客人在找什麼 哇 八爲 沒錯 現在就是日本很紅 欸 現在台灣很紅嗎 很紅 台灣現在也很紅 就很多那種 對啊 八爲和八爲 然後這個是這裡限定 這家店 熊本城限定的耶 超可愛的 這邊才買得到 看完熊本城呢 我們就開始要吃吃喝喝逛街的行程 那在那之前呢 還有一個必來的經典人就在這邊 他在這個 Zuluya 就是百貨公司 熊本最大的百貨公司的一樓的地方 有一個叫做 熊本 辦公室 熊本 熊本熊部長辦公室 Kumamo Square啊 我們要進去看看吧 哈哈哈哈 喔 這邊就是他的辦公室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寫在這 不過現在熊本熊就是不在 是翹班嗎 哇 這邊就是呈現一個非常歡樂的氣氛 然後後面有一隻 大大的熊本熊在這邊 然後其實這邊還有一個舞台 他就是由他的見面會 會在這邊去辦 那一天好像會有一到兩場 他官網有限時間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查一下喔 然後這邊感覺比較像他的周邊商品店吧 就賣了超多的周邊 假如你是熊本熊的粉絲的話 應該會超愛這邊的 這邊超多日本製的一些餐居 那來到熊本呢 要吃的就是馬肉啦 所以我們找了一家 就是平價還不差的餐廳 然後蠻特別的是 他連晚上時段都還有讓我們點這個 午餐的套餐 感覺蠻划算的 所以感覺 要是你是一個人或預算有限的話 我覺得這家餐廳應該還不錯 待會就來吃吃看 然後他有一些比較高級的 那這邊有一些單點的 感覺比較 價位比較高一點 然後他有一些 樓上還有燒肉店吧 但是我們今天就蠻累的 想說呢 就趕快去吃一回飯店休息 今天點的是三點套餐 就是很擔心什麼都想吃 所以又有馬肉 又有牛肉 應該叫紅肉吧 然後還有一個叫什麼 太平宴 第一次吃到 看起來很像 這是冬粉嗎 到底 看起來很像冬粉耶 太平宴吃起來很清淡耶 怎麼覺得今天一直在吃沙拉 中午的沙拉 中午的沙拉太多了對不對 你媽應該很開心 我們今天吃的東西 對我媽應該很喜歡這集影片 太健康了 馬肉跟生蛋黃還有韭菜醬油 吃起來真的很像生鮪魚耶 但是感覺是比較沒有海鮮的味道的感覺 結論就是沒吃過會試一下 但是個人覺得還好 所以你覺得還好 我也覺得還好 不是說不好吃就很軟心 它沒有味道 不會不好吃 但就是要靠後面的調味 或是它的料理方法的感覺 吃完晚餐呢 就來開箱我們今天晚上入住的飯店 今天晚上住的還算小高級啦 它就是日航的熊本飯店 地點蠻方便的熊本很超近 走路就到了 那我們就稍微來微開箱一下 我們歡迎今天的房間開箱大使 哈囉大家好 早安妮先生 好那這邊呢就是 家魯的飯店 這邊就是它的廁所還有它的浴缸 這邊是半乾濕分離 對它沒有做到很完全 不過浴缸算蠻大 因為這間好像也沒有大浴場嘛 沒有對不對 有點 對然後這邊的話 又有我最愛的 TOTO免治馬桶 廁所我覺得有點小就是普通啦 那再來看一下房間吧 然後房間的大概就是打這樣子 然後有三個床 原本是兩張床 然後後來是加一張床 這邊三張床 對我們害羞小弟比較那個大字 所以飯店的加床感覺蠻紮實的 因為很多飯店它都是用那種 很不堅固的那種沙發床 但它是真的給一張床 這點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而且它這個飯店好的地方就是 算是中心嗎 旁邊就是那個商店街 對我們旁邊是商店街 但我們兩個人年紀大了 其實就沒體力了 現在發現少一個人 因為他跑去買東西了 就我們害羞小弟打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買了藥妝 這邊好像日幣四萬多對不對 超多的 然後再來看這邊 這行李箱也是他的 然後這邊好像都是他買的東西吧 他真的很會買 不過就久久來一次吧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家飯店的景色還不錯 就可以看得到熊本城 不過現在晚上有點看不太清楚 所以明天早上來拍給大家看吧 那房間開箱差不多這樣 老師跟大家說晚安 嘿大家早安 那我們今天住的這家日航熊本飯店 它算是比較經典的老飯店 不過我覺得它設備算是有在保養 所以看起來不至於到太久 那它設備就比較沒有什麼特色 就是也沒有游泳池也沒有健身法 但是它有個特色就是有早餐 它的早餐聽說就是會有當地的一些美食 像是... 像是那個...什麼來的啊 那個... 烤士靈 那個... 黃芥末 蓮根 蓮根是什麼 蓮偶 還有那個... 馬肉 然後還有就是它叫做 就是熊本很有特色的美食 然後大家有機會來的話呢 我覺得這家飯店還不錯 因為它位置蠻好的 所以提到這邊有熊本城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吃早餐去 出發 吃早餐啊 它早餐真的蠻豐富的 而且它這邊味噌湯蠻特別的 我在其他線都沒有看到 上面會放這種很像炸過的豆腐 就是有點泡泡的感覺 然後這邊用很多當地的食材 像是有阿蘇山牛奶的這個 玉米濃湯 剛剛拆球小弟說超級好喝的 然後還有這個燉馬肉 我們昨天在那邊找好吃的馬肉 早半天就是飯店就有了 好像也不用那麼辛苦在那邊找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這個叫做芥末蓮藕 然後剛剛還有小弟說超級無敵辣的 哇超辣 這要配飯 吃配飯有名 還有九州的雞肉的炸雞 嗯 炸雞很好吃耶 馬肉咖哩飯 馬肉的咖哩飯 超特別的 我來熊本之前以為 熊本很多熊的肉或什麼的 結果不是馬肉 馬肉在日本的話 他們也會叫 冰肉 冰花的鷹 吃吃看這邊的馬肉 昨天是吃生的 熟的應該比較好吃吧 是嗎? 嗯 很軟耶 很軟 我來吃一下熊本的名物 就是這個 一級成爛火 然後就是地瓜餡跟紅豆餡 真的不會很甜耶 感覺沒有加什麼 好像連糖都沒加耶 就是它原本的味道 吃完飯店早餐呢 我們今天是一個很紮實的行程 就是害羞小弟安排 就是非常的緊密 我們現在來到了 山路溫泉距離熊本市區 開車大概 一個小時不到吧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想看的 叫做八千代 八千代座 一旦 Sutra 那種的 loosely是 轉整 順頭 可天山 姐夫 可天山 可天山 太極 那假如是周末來的話呢 他其實一天有一場的公演 像今天就是10點半 然後演出的內容會隨季節有點更換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 他就是會有一個想像以日本演歌的方式呢 就是唱術就是這邊的星期跟陌落在星期 然後還有一個這邊山路溫泉非常有名的燈籠記 然後會有跳那種燈籠舞 結束之後呢 你也可以參觀舞台後面 以前演出的一些後台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的害羞小弟呢 他現在就鑽到地洞裡 然後他這個舞台很酷喔 可以想像以前他這個舞台上面是可以旋轉的嗎 他好像是德國製的一個齒輪跟軌道 我們現在來到是二樓地方 那剛剛看的表演其實可以選坐在二樓 這邊的話天花板可以看到 他就是以前很多那種贊助廣告商啊 他就是廣告都畫在天花板上 當然他這個就是已經有重新還原過 所以看起來就滿新的 那看完表演呢 我們就打算在附近吃個飯 那因為店還沒有開 我們就稍微散步 然後發現這邊的竹湯 居然可以跟熊本熊一起泡 而且他頭上也有剛剛的這個燈籠舞的燈籠耶 超可愛的 好我們來到這家店呢 他其實晚上是酒吧的感覺 然後中午有五間套餐 評價蠻好的 不過他就是沒有英文也沒有中文的Menu 所以大家也是靠Google翻譯啦 那套餐我覺得蠻划算的耶 像我點的是這個漢堡牌 才日幣1000個就是套餐 有沙拉又有飯又有湯 然後還有附小甜點 然後只要再加150 我就有咖啡飲料可以選 而且他甜點看起來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耶 就是有些當地的食材 甚至還放入了花椒耶 超酷的耶 哇 這邊套餐很划算耶 然後有附沙拉 這沙拉真的超大一碗 很像盆栽 吃完這一碗就飽了 那這邊其實最有名山路溫泉的公共大浴場 它的公共溫泉呢 就在我們後面這邊 它叫做Sakura 它就是櫻湯 那它的特色就是 九州最大的木造溫泉 因為現在木造的其實很少了 所以在這邊算是蠻有名的 其實它建築算是蠻漂亮的 稍微看一下吧 它這邊泡湯很便宜耶 一個人只要350而已 不過我們今天晚上就是還要去熊本很有名的溫泉 叫做黑川溫泉 那我們是住的溫泉旅館 然後有海一泊二十 是一個我很想去的地方 只不過在這邊泡的話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那個洗髮精啊 跟肥皂呢 都是沒有附的 就是你要自己戴 毛巾最好要自己戴 然後我們沒有要進去泡也沒有時間 所以呢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感覺就是比較傳統的感覺 這邊有一個可以飲用的溫泉水 莊妮先生就在來品嘗 什麼味道啦 什麼味道 好 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喝不夠的 微硫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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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次來熊本四天三宴呢 我打算分上級跟下級 那這次影片就主要在熊本市區 還有一個郊區的這個頂山路溫泉 大概開車過來是50分鐘啦 假如你對日本文化很有興趣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來這邊走走 我們剛剛去的這個八千代座呢 我真的覺得裡面非常的漂亮 那這邊的商店其實雖然比較沒有那麼熱鬧 就是古色古香人不會太多 不過我相信台積電來了之後呢 這邊可能會變蠻熱鬧的 因為它在橘池寺的旁邊 就是台積電工廠的位置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要準備去泡我剛剛說的 黑川溫泉 對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開下去 我是Nik 我是川先生 下級影片見 掰掰 溫泉見 好奇 謝謝 我們贏 之前 很多年 解釋 再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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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